大家好 我是老三 今天拿回来一块摩根桶档口的一块水石 不是说到多好啊 只是中国这块尿子有些水石知识啊 老三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老三就把这块尿子拿回来 然后呢给大家拍一个视频啊 简单的给大家说一说 先带大家来简单的看一看 这块尿子的一个皮革表现啊 这是一块12.2公斤的一个摩根桶的水石 从这边来看呢 有些直播间可能按咱们看的水石来卖啊 然后看这一面啊 有些直播间可能会以木辣尿子来卖啊 但是这是一块摩根桶水石 达马坎和莫达的尿子 一般里面的肉质表现的话是比较细腻的 而且他们的表现也是一致啊 这边这有一个雾层 全身有雾层 也跟莫达的一个表现比较一致啊 所以说有很多人的话都会冒充莫达里面 但是啊知道莫达敞口的内部表现 和摩根桶区别是蛮大的 摩根桶简单一句话就是皮糙肉厚 但是莫达的丸类化 即便没有类化 它的肉也是比较细的 这块尿子在这一片有一个人工为的一个抛光 在抛光到这个地方呢 可以看到里面的一个肉质表现的 这些黄黄的话就是这些物层 这些黄木啊 抛光之后的结果啊 现在带大家来看一看 它一个打灯的效果 通过在抛光的这个位置 可以看到里面的一个肉质表现呀 然后我打灯可以发现呀 在一个落冰底的一个表现 然后得一点飘花 但是压单细看啊 通过光的一个反射情况 可以看到 其实它的颗领是蛮粗的 光的这种表现送给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经济颗粒比较大 像这种 它虽然达到了一个落冰底啊 但是它做出来的一个成品效果是比较差的 这块尿子 如果说按照木辣来玩这块尿子啊 其中的结果是必然的话 会是比较惨的 因为通过抛光到这个位置 可以看到一个大概的肉质表现 是在一个落冰底 然后全身黄固 但是木辣的落冰和蒜古龙的落冰 是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因为木辣的尿子 它的肉质比较细腻 但是蒜古龙糖口的话 做出来的话就是经济很粗 最终的成品效果的话 区别非常大 所以说大家在玩这种尿子的时候 首先要确定一下敞口 虽然说神仙南南村域啊 但是翡翠的敞口 还有它的一个皮科表现 包括一个贴针表现啊 这些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啊 这些指标呢 是可以让我们尽可能的少踩一些坑啊 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一个气场的概率啊 翡翠原始有贡献啊 大家耳心的对待与参考 这种评论 拿来 尿 拿来